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本身也是二代接班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心态 就是不要迷恋于过去的成功 要勇于追寻下一个 第二曲线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金牛奖这个奖项 会让我们企业有一个 追求卓越的一个心态 因为金牛奖如果每年要获奖 都要有一些新的表现 跟新的成就 而不能够一直用 旧有的东西来申报 所以这个会让我们 不断地追求进步跟追求卓越 我觉得这金牛奖 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